城市是有关联的,它是城的不同的划分,从城往外就是这个交 那么城和镇的这两个字本它是一个都写成这个城 后来慢慢的就变成这个镇 阳和阴 在左边的这个都是从富,富是和山有关的 不占阳,阴阳,阴阳最早的时候是指的山的阴面阳面 山的哪边叫阳,山南水北,山的南边这个就叫阳 那么山的北边就是阴,所以它是和一个山有关系的 因为山的北边它挡住了这个光,所以它就叫阴 山的南边能降太阳,所以它是和山有关的 不阵,阵列,这个也都,所以这两个呢是有分工的 那么这个都和比都从城市,从从义,做到它的义服 那么它两个呢就形成对立,一个是大城市,一个是边境城市 那么大城市呢,它有大的这个意思 边境城市呢,有小的意思,这是一个方面 那都后来就有大这个意思,都本身有大的意思 还有大城市,自然就会时髦,就会华美,就会先进 边境城市,它在边境上,那么自然就会落后,就会见识少 所以比,今天说比漏,是吧,见识比漏 我们自称比人,是吧,那都呢,有华美的这个意思有 所以也是从它的这个词一闪发展出来的 念西比比比二与几 这个二 专门是指两数 这个是在这个左传里面用的时候 它对这两个字有一个分工 这个二和那个二 两横的这个二 是指的数目字 今天我们认为是一个反写的那个二呢 它专门是两数 就是指的呢 同样是这块地方,可以有两个主子管它 这叫两数 那么这个基尔太说明西比比二与几 西比卑比,这是边境城市 边境是对于国家来说的,国家它有边境 那么它就是把郑国的西边和北边的两个城市呢 纳为自己的领土 二与几,就是两属于自己 就是说它想把这两个居住 但第一步是说先让它来,先属于自己 因为现在主权没有明确说 不脱离了这个郑国 所以它说二与几 两属于自己 这就是进一步扩张了 公子吕曰 郭不宽二,君将若之和 一于太书,曾请示之 若服予,则请除之 无声民心 公子吕,郑专公的儿子 刚才債众看不过去了 现在,郑专公的儿子看不过去 然后来劝爸爸说 郭不堪,一个国家呢 不能够承受良宿这种情况 因为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说 你自己的国土被自己的大臣还拿去以后管一块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 对一个主权明确的 君将若之和 如果国君您将要怎么处理 若之和 本来若之和呢 这是三个字,三个词 就是处值他怎么办 这个若有处值的意思 知识他和是怎么样 那后来这三个字经常在一块 所以呢 将来看到若之和的时候 你可以不分析它 它凝合在一起 就是怎么办,怎么样 君将怎么样 一于太书,陈景世之 如果你想把这两个地方给太书 或者是说呢 有人说这个是说 既然现在国家出现了良宿的情况 那么就一个主权的问题 你要想把主权给太书 也就是说你国君不想做了 那么陈景世之 我呢,请求去侍奉我叔叔了 你不想做了吗 你给他 好,明确一下 若福宇德景出租 那么你不想给我叔叔 那么他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 秦权的行为把它除掉 所以 叔叔不善 侄子不善 这个爸爸还不知道善不善 都是这么一群人 郑国 这个整个的国家 都会有一点问题 他们的心态上 他们为人上 这是指的历史上的那个郑国 和今天没关系 无声民心 无通物 入声民心 这个声 无通物 这个声是使声 使产生 是使动 动词 声本身的动词 这种使动 使他产生 不要使老百姓产生心 就是不要使老百姓产生二心 就是说 主权不明确 老百姓就会疑惑 老百姓不知道说 我到底听郑庄公的 还是听公书的呢 所以 老百姓如果信不起 那么将来 这个国家 你就很难去维持一个统一 所以 是太公子的话 能劝爸爸 那么 按照 古文观止的说法 这又是一个梦中人 这又是一个 不知道郑庄公 到底想干什么的一个人 来劝谨 公书 无用将自己 你看这个郑庄公 又是处在一个 回答的一个位置上 去描述它 而且很简单 无用 用同用 无用就是不用 将自己 将要自己 赶上 这个急 是这样的一个字形 这是经文 在小传中 在小传中 这是他的本意 那么这个地方 将自己 就是将要自己赶上 将自己赶上 就是你不用管它 才要自己赶上 赶上什么 前面其实他已经说了 对心不义必自弊 所以他要自己赶上栽根头 所以有人直接就翻译成说 他要自己遭殃的 所以这个还是郑庄公的这种 成诸在胸的这种 还是要看这个实现的后果的 好 太书果真 如 郑庄公所料 太书又说二 以为己意 至于理言 又说二 二就指了那个两属的地方 百分之两属 还现在不两属了 现在属于我了 二 这个地方呢 是指了 那个 两属的地方 两属的城市 说二 以为己意 说他当成自己的 至于理言 一直延伸到理言 这个地方 也就是他不断地在扩张 扩张到理言 这个地方 刚才公子旅劝过一次了 现在看到这个情况 又着急了 公子旅应该是最着急的 因为 他爸爸的天下 将来 就是他的天下 刚才 债众劝过两次 现在公子旅劝过一次 子风曰 公子旅第二次全件 子风就刚才的公子旅 可以后将得中 他说这回可以了吧 这回很明确了 他把两属的地方 收入自己 这是明显的扩张了 可以后将得中 后 土地广大叫后 今天说到后 他说到后将今天的广 因为古代 实际上 争土地是争人 争人就争土地 是一回事 人和土地是一回事 今天可能 特别是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可能是 另一回事了 但古代的时候 一定是要去争人的 人多 绿的 但今天中国的人多 也显示出来了 我们走到世界 哪里边都是没等参了 这个外国人是很害怕的 后将得中 就是土地广大 就会得到百姓 那么人多以后 你自然就打仗 就会取胜 公曰 不易不逆 后将崩 所以呢 这个公呢 还是不着急 完全是一种 一种一种 说我看你就等着 看下场的这种 我已经完全这个路 给你铺好了的 不易不逆 不逆 书上讲 不逆是指的 这个公书对于国君不逆 因为他和国君之间 是一个军臣的关系 那么他有逆的问题 不逆是指的 他和郑专公是兄弟的关系 那么他和自己的兄弟又不亲 对于国君不易 对于兄长不亲 那么后将崩 土地广大了 反而他可能会崩 是指的分散 崩开垮他 就是反而民心会 这个分散 那么他反而呢 可能会失去他的土地 这是一种讲法 书上是这么讲的 不易不逆 那么有人也讲了 他这个不易不逆呢 可能有点问题 是因为 不易和不逆 应该 可能他 这个主语不应该换掉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 不是 刚才我们书上讲的是 不易是指的 军不易的民不逆 是指的这个 这个政 这个公书段不逆 公书段对于国君不逆 那么他的百姓 就对他不亲 那么这中间主语换了一次 是吧 这个 国君不逆 那么老百姓不逆 中间是两个主语 不逆和不逆两个主语 那么有人讲的 他应该是一个 都是公书段 那么他对于 国君不逆 对于自己的哥哥不逆 后江崩 太书玩具 所以他又把这个 他的儿子的这个话呢 给回回去了 还是不管他 还是等着看 不易不逆后江崩 那么等着瞧 太书玩具 这个公书段呢 这时候就真的 要行动了 玩 你看这个字子 自行从宝盖 和房子有关系 宝盖和房子有关系 玩是修气 这个城墙 还有一些 这个其他的一些 证据 玩专门指的是 形体上的完整 今天我们说的 玩地归照 玩地归照 说这个地的外形上 没有缺失 所以称国不玩 典甲不多 非国之灾 他指的这个 城和国的这种 形体上的 非常的完整 叫做玩 称国不玩 是指的 他的形体上 没有缺失 所以这个玩呢 当动词讲的时候呢 是指的 修气城墙 具是极具粮草 太书呢 修气城墙 之余粮草 那么就是想要和 郑庄公 打一仗了 善甲兵 修善 铠甲和兵 这是他的 加古文字字形 他的本意是指的 他的字形是两个手 拿着一个兵器 所以他的意思是兵器 后来才有当士兵讲 今天我们讲的兵的时候 一般是指的是兵 之后来的意思 早期是兵甲 聚足胜 聚准备 今天是聚备 聚就是准备的意思 聚 聚有准备 足 步兵 胜 是车子 包括了车兵 车子也有车兵的 那么有步兵 是聚足胜 也就是准备 军队 车的一辆叫做一圣 那么这一圣是多少人呢 配多少人呢 这个历史上 还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说是十人 有人说是七十五人 不同的 大概可能春秋的时候呢 大家现在看到的 在春秋的时候 可能一圣上是十人 到战国的时候 一个车可能被七十五个人 就像对的 江习正 其实他本身 他自己就是正国人 对不对 那他要习正 也就是说 其实他是要和正国 形成一个 好像是两个国家 这样的这种关系 左传说的 凡师有中古 约伐 吴约亲 亲约习 刚才我们前头 也引过一个左传 对于词义的解释 就是说 我们要想知道 古类的词义呢 有很多的办法 一个 我们可以看看 古人的一些注释 因为上一次 序论里面讲到了 先秦的东西 到了汉代人 就看不懂了 那么汉代人 会有注释 看看汉代人的注释 我们就知道 这个词语 原来是这样的 比如说 在汉代人的注释里面 有元首也 那我们就知道 元的意思 原来是指的脑袋 这从汉代人的注释里面 可以看得到 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呢 看汉代人的东西 又看不懂了 所以唐代人 又对于汉代 和乡情的东西 做注释 所以在这些注释中呢 有很多的 对于词义的解释 这是一种 第二种是 本身在这个证文里面 它就有 左传 他自己写的过程中 他就有对词义的解释 这是证文 他自己就会有 但是就是军队呢 有中骨有阀 就是敲锣打骨 去打对方 这个叫阀 那么今天我们说 祖生双一词叫 什么法 讨伐 讨伐 就是讨 还有声讨 是吧 你也有声音的 有言语的 有一个正当的理由的 大张旗鼓的 那对方一定是在 声势上是属于劣势的 你就去讨伐他 所以这个叫做伐 吴越清 吴越清 吴越清就是 没有乔劳打鼓 你去打对方 今天说侵略 今天说侵乏 侵乏呢 但是我们感觉 好像他想到这个清 就是指的 你未必是有正常的理由 但是你就是要扩张 那么你可以去清 特别的清 其实今天有清战了 不应该属于你的了 清越习 清越习 这个清是一个形容词 后头没有动词 实际上就说指的 清的一个出击 或者清清清乏这种 就是说你非常快的速度 去攻打对方 叫做清 叫做袭击 或者是今天叫偷袭 偷袭就是在 别人还没有察觉到的时候 你已经占领了偷袭 所以偷 这个清 清就是的清快 非常快的 这是 那么这个地方 将袭证 也就是这个意思 将袭证 他就想在郑伯还没有反映过来的时候 实际上郑伯在 他一开头的时候 还没反映给他递的时候 已经就知道了 但是呢 他将袭证呢 这是公输的一个形词 他想在很快的词 拿下来 当然这个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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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说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在不同的文章中 有的时候他们是相通的 将来我们还会遇到 刚才也遇到过 就说 法 清 习 放在一起用的时候 这三个词之所以要设立 三个词 是因为这三个词 各去占有一块词意 他们互相是不能取代的 但是如果单独出现一个清或者一个反呢 有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的严格 但他们对着说的时候 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是严格的 这么客战于烟里面有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这篇文章下头会有 断入于烟 供 供罚诸烟 就是后来呢 他两个国 这个打起来了 这兄弟俩 那么供书章就跑到烟这个地方去了 正庄供的就罚之于烟 正庄供的是罚 为什么 因为他作为一个大臣 供书章作为一个大臣 他来打国军 国军当然就可以去罚 罚就有中骨 当然是可以的 我大张旗鼓的讨伐你 所以他就用罚 这个地方是江西正 那么喜乐怎么样 夫人将起之 夫人就指的是两兄弟的妈 那个武将 那个将士 将起之 起是开门 开起 将要开他 开谁 将要开他弟弟 将要给他弟弟开门 就是说他 现在跟着儿子在城里边 跟着大儿子 那么小儿子来打的时候 他要内应 将起之 所以呢 这里边 其实很长时间以来 都没有讲到他的了 现在他又出来了 官文齐齐 这就奇怪了 刚才他说江西正 他要偷袭 偷着干了 这回官文齐齐 郑章公听说了他的日期 所以郑章公在那里 他那里边也有 他那里边也有 间歧 对间谍 因为可以 前头有好几个人 跟这个 郑章公说了 可以 可是 可以的意思 已 在现在还有这固定的 可以翻成了 可以了 就这个事情 已经到了 就火候了 那么他前头 一直说不行 一直说要等着 现在他自己说可以 宁子风 摔车 二百圣 已发金 就让自己的儿子 摔了 两百圣的车辆 和这个兵 去 讨伐这个京城 京判太数段 这就是前头 郑章公说过的 后江崩 他因为这个人 本身做事情 就不怎么地道 那么他对 老百姓肯定也不够好 那么现在 正好 有人来打 那么京判太数段 京城到老百姓 就背叛了这个太数段 段入烟 攻罚住烟 攻罚住烟 这也还是在正国了 攻罚住烟 那么攻就派人 跑到这个 烟这个地方 五月薪丑 太书出奔公 这就叫做公书 为什么叫公书 五月薪丑这一天呢 他就跑到了 这个公 出奔 公 出奔就是出去跑到 这个奔就是跑到公 但是在左传中 这个出奔 有专门的含义 就是说 他专门 待会我们会看到 有一个褒贬的色彩在里头 这是左传的话 左传说太书出奔到公 那么用到出奔 是左丘明对于太书的一个态度 他认为他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他出奔这个事情和墙头 为什么出奔 造成出奔 他有一个对原因和正物的 好坏的判断 五月薪丑 薪丑是哪天 二十三 这是今天用我们的阳历来算的 那古人呢 没有这种二十三这种说法 他就是用甘枝来记 天盖十个 地支十个 十二个 那么天盖 本来他可以记时间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叙述的时间 就相当间接到他们的起码就十 那么他就加一比零五级更新人鬼 这十个 那么地支呢 也是十个 都手银毛这样 十二个排出来 本来可以单独用天盖地支 但是这个记得太少了 几乎十个和十二个 那么把天盖和地支配起来 配起来 一个天盖配一个地支 就会出来六十个 这是我们学过的 数学上的排列组合的这种 它是一个天盖 比如这个甲 第一个 配地支的第一个 甲子 遗筹 丙银 丁毛 那个是什么 物臣 己事 耿武 欣慰 人 身 鬼 有 怎么办呢 甲 戏 以 害 丙 子 丁丑 对就这样的 丙子丁丑 在下面是 物吟 这样不断的 一圈一圈一圈 在到了下一个甲 和下一个子相遇的时候 已经过了六十个数字了 所以我们说六十一甲子 这个人花甲 花甲就是说 当你碰到你第二个甲的时候 你已经花了头发 甲那个甲是甲子了 花是只能头发到这个 就是你花甲了 到了六十了 所以 那么现在五月新丑 新丑呢 那个 他这个地方呢 配的是二十三 那么好 这个是根据阳历和一些天相 我们慢慢在会去推的 我们会去推 根据古代表记了 每一天有一个日食 他也是用这种方式记 比如几月的 这个 哪一天 他又是用的这种甲子去记 所以有一个日食 那么我们根据今天的天相 去推 他说的那个几月的 什么时候 就相当于阳历 可能是五月十八 五月十八可能相当于哪天 这样一个个去对的 现在人这样去 反回头就得会 他这样对上 那么好 现在我说 五月新丑是二十三 是吗 那么 我说五月的新卯 相当于现在阳历的多少 五月新卯 五月新卯 是现在阳历的五月多少号 你看 这是六十夹子 是吗 那么六行米 还是十个 新卯在新丑的上头 前十天 是吗 是这么算的 所以呢 如果你知道 这个五月新丑是二十三的话 新卯就是十三 这么算的 反回头来也是一样的 如果告诉你说 五月新卯是十三 那么五月庚子 五月庚子 对就是二十二 它是这么算的 再一心一想 古人其实不会像我们今天说 对的这个脸还找不到在哪 实际上他一下就会知道 他说你说新卯是十三 那么庚子他一下就知道 过了九天 就相当于今天你说 就相当于今天你说 今天是五月十三 过九天是多少 你马上去到二十二号 是这样的一个 今天呢 白子之后肯定算不过来 看着实际上他还找不着 都这么一个 所以你得知道他这个算法 因为有的时候呢 加勒文学安置战的时候会有 他会说今天呢 比如说今天是发生了一个事情 他说这是兵子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会说兵子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这样说 接下来他会说兵丑什么事情 那么你马上对反应过来 这是第二天 要你不知道是说 全都说了兵子 每年的事儿到了兵丑了呀 所以你要知道 马上知道这是第二天的事儿 才行 好了 五月兵丑 太师出分工 这是最后的一个结果 书曰 郑博 科展语言 书曰 书 动词 记载 今天我们说书写 是吧 今天还说书写 书写就是一个书 还是一个动词 所以书呢 记载的意思 记载说 郑博科展语言 所以这个书曰呢 这个是出现在我们的 这个左传这篇文章里边 实际上这句话 这是引的春秋经 也就是说 孔子在写春秋的时候 对这个事情的继续 就是这六个字 郑博科展语言 那么孔子为什么这么写 看起来也很简单 郑博戴烟打败了他弟弟 但是 这是春秋的话 但是呢 这个左传的作者不这么看 左传认为 孔子是春秋笔法 威延大义 他摄了几个字 但是他里边包含了很多的一些想法 那么如果把孔子在这里 如果翻译过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里头很多的内容 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说郑博科那语言 那本来是兄弟俩嘛 为什么说郑博科地语言呢 科的弟弟嘛 他说段不弟故不严弟 这个是左丘明对孔子那句话的一个解释 他为什么是科大语言 不是说科地语言呢 他用了一个段 直接称他的名 段不弟故不严弟 他说因为公书段呢 不遵守他地理的这个身份 所以他对国君不义不逆 所以呢 在孔子写的那句话里边没有写弟 这个两个弟段不弟故不严弟 这两个弟呢 第一个弟是动词 遵守弟弟的身份 第二个弟呢 是我们平时用的这个弟弟 这是一个最通常的用法 当弟弟讲 第一个呢 是一个活用 就临时的当成了一个动词 符合 或者是说遵守弟弟的身份 这是第一个对这话的解释 那么这里边就有 其实就有包贬在里头了 对于公书段的这些包贬 是吧 公书段不好好去当弟弟 若尔军顾约克 两个兄弟打仗 本来 这也可能就是 你们加满里子的事情 可是 这里边用了一个克 为什么用克呢 这个左传认为 这个左庆明说 若尔军 因为这两个人像波军一样在打 所以他不是像家里边 两个兄弟斗一下的 这种私下的 他是一个像波军一样打 所以叫做克 也有人说 也有人解释说 他这用克呢 实际上是想说 郑庄公的意图 是要杀死他弟弟 只是没有杀死而已 所以 他这里面都有 这是左传的解释 他两个像郭军一样在打仗 这用克 称郑伯即是教业 刚才说了 弟弟不像弟弟 所以他不说两个兄弟 他没有称弟 他称了段 那么这里哥哥也不像哥哥 所以他称郑伯 所以他是用了 他的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称呼 官方的一个称呼叫郑伯 他没有说是哥哥打弟弟 称郑伯 就叫他叫郑伯 公子写这么一段话是干什么呢 未知正志 他这个话呢 就叫做郑伯的意图 他整个这个话 显示了郑伯的意图 这个志是 志意意图 郑伯的意图 这个正的是郑伯 整个郑伯 可能语言 孔子用这六个字 是说明郑伯的一个意图 他的意图就是 他要想把他的弟弟 给杀死 给杀死或者制服 像郑君一样的两个人像郑君一样的这样对抗的情绪 实际上我们也一直看到说他一直在纵容他的弟弟 一直在让他的弟弟不断地去犯 所以野心不断地在扩大 而不去支持他 所以 此次说的基石教育 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 如果是没有孔子的话 我想大家读过来的这个过程中 觉得一直在写这个 《公众的野心》 《公众的扩张》 不是在讲这个 当然我们不断地在这个过程中 在引导的过程中 也知道说这个郑伯公 他是一个称重在心的 他已经预见到了将来的一个结果 但是他好像没有主动去做什么 实际上你知道他这就是在做 不言出奔 男之夜 不言出奔 什么叫不言出奔啊 这不是说了 这不是太书出奔工吗 不言出奔是什么意思 不言出奔就是没有说到出奔 男之夜 是说认为这个事情很难 就是他不好说 说他是出奔的话 这个就不好说 因为不言出奔 是左丘明对于孔子的解释 因为左传说了 太书出奔工 就是这个 公书段的最后跑到了 工这个地方 他是出奔到工的 出逃奔逃 跑到那儿去 好像也就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孔子不这么说 孔子不这么说 因为孔子觉得说 他是出奔很难 孔子没有说 孔子只说了六个字 因为 难 这是一个 本来是形容词 这个然后是用着动词 并且是意诺 认为这个东西难 认为 如果是孔子觉得说 写空书段出奔的话 觉得这个很难 很难下笔 很难这么说它 为什么 因为在孔子的词汇当中 出奔是一个贬义词 要是说谁出奔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犯了错了 因为左传里面是这样说的 相公的二十九年说 经 相公二十九年经 经就指的是这个 孔子写的那个《纯秋经》了 其高止出奔北宴 这个话看起来也是这样一个平复直序 七国的高止这个人 出奔到北宴去了 跑到北宴了 那么左传的解释说 书约出奔最高止也 所以孔子用了出奔这个词呢 是他为了来谴责这个高止 因为高止做了不好的事情 他跑到 从七国跑到北宴 那么说明高止有罪 招公三年 左传招公三年的这个经 就是春秋 孔子写的那个春秋 北宴不缓出奔旗 你看七国跑到北宴 北宴跑到齐来了 互相串 这个北宴拨款出奔旗 北宴的这个国家的拨款这个人出奔旗 也是这样的一个 看不出来什么 褒贬的 但是这个左传给他解释说 书约北宴拨款出奔旗 最罪之业 罪谁 罪 罪 罪博款 就认为博款是有罪的 因为博款做了不好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要在谴责博款 所以从这看我们知道 出奔是一位有罪之词 若此若书断出奔功 则有专罪断书之嫌 其实专功亦有罪 若言出奔 则难以下彼 故云难之夜 这是孔子的这种 其实我们觉得说 正国课断下六个字 让我们在下的这些保学知识 谁都能写出这样的话来 但是对于孔子来说 对他写一个出奔 对他来说写一个断书 正国课断语言之用话 他是费了很多的斟酌的 这就是他的春秋笔法 这就是他的暗含褒贬 所以他不用出奔 当然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左秋名对于孔子的 正国课断语言 这里有个字 有没有解释过度的问题 他写了正国课断语言 你可以说他为什么那么写 正国他用了国军的名字 没有说他是哥哥 断用了这个 这个断没有说他是弟弟 用了克 说明他要杀人 这个都没问题 可是孔子没有写出奔 那你是不是解释过度了 他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呢 有没有 有吗 有没有左秋名对孔子的解释过度 他阐释过度了 他太去强调 孔子的维言大意 太去强调 孔子的那种丰富的思想了 有吗 有没有 有 可能没有 因为其实你从这看能看出来 就是说孔子确实是非常明确 在孔子的这个词汇当中 他就是给出奔一个这么一个 而公书段自己确实是出奔 确实是跑到那了 但是孔子不用 那么他确实可能不认为这是 这个公书自己的一个责任 好了 今天我们到这儿 请不吝点赞